他怎麼繞 我右半邊 湯米最近都在玩這隻這個 海關啊你知道嗎 就是在練習 哇不過這時候Maple的進攻 反而是自己逼了一個閃線出來 打二欸 對 而且這是閃電場最以為傲的一個 中野聯動 最後是被Faker一個人給打退 這是還沒有職業的 職業狀況的一個小孫子 對 還沒出生的小孫子 右半邊Maple 遭受的是四個人的針對 哇這個 太強了吧 這個大鐵毛 不給機會 這角色好猛喔 用那個蜂蜜薑果 還沒參看 還沒那個參團參過 此時瘋狂苦苦的在塔前防守 又要被殺了 此時被兩個人給裝過 一個儀型的順位 三次的位移 躲掉之後是KASA到來 RQ的combo 廢殼倒下 而第二個三枚戒指的 這個人員Bangy可能也要倒 比較容易後續跟上 搭配的是Maple的傷害 這個中野聯動 看起來瘋狂就是跳一跳去吧 把招全部吃完之後 KASA這樣一個打兩個 把他們殺光 應該是要轉上 因為這個菲可站在上屋 就是跟你說我要轉上 菲可從不分推 他玩這種法師角不分推 真的有菲可其實就不用溝通 他在哪裡就去哪裡 你知道幹嘛嗎 我在中路的時候左右就進野了 好不好 嚇一點眼睛 不要再亂搞了 就是那個學弟一直亂搞 才差點去送去北韓挖礦 他就說 就是他一直不下眼嘛 還差點去送去北韓挖礦 對 眼都不會下 需要弄一段時間 12等 但當然目前的狀態來說 一個進場還是直接被秒殺 沒辦法有太多的輸出機會 不然剛剛閃現沒有 現在要再做進攻可能不上哪一點 這個守護神Bangy 最穩的 哇守護神不在 Faker Faker 再度的一個一條 直接閃停硬流 Faker交閃拉開卻倒下 哇 又要派人去挖礦了 哇 神敗說搞什麼 搞什麼 只是應該是不會派這個Bangy啦 畢竟他已經 他已經走了 對他已經走了 已經派不了了 哇 這就是辛傑的來源 對 我想要派 但是你不去 哇 只能走 只能離開 好吧那就 這個如果哪一天 如果你要回到SKT 對不對 就挖個飯點礦 再回來 對不對有個時間的限制 真的 真的是很慘 這波 就是前三十分鐘他都不想要玩到的意思 因為維克特壓線就不會贏任何人 不會樹人慘但不會贏任何人 他就是要選擇說 我現在就要 我先盲農三十分鐘 閉著眼睛就開始打 一直打一直打 那三十分鐘後會戰就交給我了 這是一個閉關修煉的概念 對 結果三十分鐘的話對我跟他說 欸我已經幫你贏了三千塊了 然後他說 好我正要開始發揮 然後其實已經也差不多了 哇直接踢他一套傷害灌下去 治癒之後大家閃現普攻 卡塔拿下人頭之後 準備要來走一個撤退路線 不過被菲克給抓到 Bengi也是趕上往前踢了一下之後 摸眼鏡到對面加速 不會還是被能量守門的普攻給打死 我這個就必須說 看起來很帥但是蠻虧的 因為 冰障的效果來做緩速 守護者裁決 已經敲了進到台下 不過來到中路 BB已經倒下 菲克傷害太高 已經擊殺掉 一個人解釋單殺 回到下半部的位置 治癒夫搭配的Maple拿下了藍寶人頭 Bengi的支援看起來 目前傷害是不太夠 打到殘血的雙人組 哇治癒夫跟Maple準備往後作對 深海大鐵毛來了 不過來了 這一個暢銷組的那地武士 前行衝擊敲在Maple身上 Maple開始加速 想要往前撤退 不過還是被反身勾了回來 Bengi已經感到一個轉 搭配了Maple拿下人頭 另外治癒夫的位置已經先用了危機 哇 月塔殺一個 月塔為了殺一次Maple 哇 菲克這邊看起來是 準備好好料理一下這個小蘿莉了 最後治癒夫是 偷吃了幾隻兵 菲克還等你 吃兵吧 把你的兵都吃光 我再殺你 我這個人是最nice的 好了 沒小兵了 你可以下班了齁 那這邊治癒夫才不管 這邊是加了盾後 準備再度撤退 不過跑不掉了 這一次的改版下來之後 他的輕線步其實是比舊版還快 對 因為他輕線慢 所以我覺得他打巴龍應該不會很快 哇 出來直接轉Pray倒下 有吃掉了嗎 有機會 Bengi來了 有吸的TP來得比較快 不過這時候Faker感到 一掃 BB指尖不見 煩惱直接不見了 好扯喔 這邊是一個 舉鎚敲走Faker 舉鎚敲走Faker 給他出了一個旗子 他是走代性流的 喔Press欸Press 回身定到 Pray面流住 連動都不能動 哇是一個大絕 並沒有交出來 就已經倒下 這是一波 LNS反攻的號角 不過 這時候是由 凌智命運進去的 AOBIS並沒有命中 而且Faker還在陣守 也太痛了吧 地步瞬間融化 最強的坦克 砍了不住 這什麼東西啊 哇 而且Faker現在 大爆發他交閃現 混沌爆發硬炸 原來死 直接四個人全跑 看到就嚇死了 真的太痛了 哇 不見了 小燕直接消失欸 他是 這畫面都帶不到 OP還來不及的時候 結果倒下了 再一槍 現在BB也是剩下三分之一不到 他直接走進塔 然後EQ 那個AD就交散了 往回身被勾 看來都倒了 踢了一個神龍百尾 結果自己 直接被帶走 MAPLE往前也要幫助做傷害 結果自己也被帶走 哇 過完之間就 兩波 然後灌到底欸 直接是一個 太強了吧 瞬間夢醒 現在的時間可能也是差不多五點左右 這個 各位 你醒了嗎? LCK人是醒了 對 這個 OK 沒關係 我們打出我們的風產 該拿頭的有拿到 該秀的 大家都秀了 對 很開心的一天 塔利亞傷害很高 塔利亞傷害很高 那個利浦 非常的扛 對 戰績很好看 小葉一直驚 對 這個BB一直開戰 對 這個大絕 大絕一直抓人 開得砰砰叫 但是 這夢醒了 就是 原本好好的也沒輸幾千塊錢 對 就結束了 我這邊又在幫Faker住了 又在幫Faker住了 Benji在這一場 Benji持續的照顧Faker 離別依依啊 因為畢竟辛朵拉的優勢太大了 所以這邊 多Cover他是應該的 畢竟他 就是 他也Cover他那麼多年了 對 就離別一役嘛 要離開有點不捨 我這邊也要撥了 最後讓你感受到我的溫柔 然後在下路 出夠勾到了 但是這邊直接被Mainlife吞下來 好像有看到李星的位置囉 這個也差下去 應該是有差距到 伊芙琳就在附近 而且Smip之後在中路的側面 哇這一滴 哇這閃線上去硬踢 這也TP下來 這也TP下來 套上了虛弱之後 三段的R把尾神 可以收掉 而後方Cover也被Smip 攻擊給命中 在閃線上去的魅惑 是把伊芙琳穩穩地收了下來 我這邊下路也打了一波 可是應該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下路打一波回來 然後這也TP下來 這邊是被Mata閃線上來刷到了 但是這個大拳 並沒有辦法跟上來做支援 因為Smip從後方TP的進場 哇這一次Q竟然出了 差一點的命中 Uzai Uzai剛剛身上是沒有魔的 我已經在後面 我已經在後面身上選擇 自行月塔帶著Smip身上 還有護盾 非常的坦啊 OMG Smip這場是在地圖各處製造壓力 他們一瞬間就把這個經濟直接追平了 特別領先 哇這邊 這邊 腰帶貼在尾神臉上 這腰帶貼在尾神臉上 這個推 是暈眩做了貝殼在貝殼上 大絕續 直接是砸在了貝殼臉上 我這裡踢進去 Benji再度Q竟然出手 差一點收掉的依芙琳 而側面的Mouse也進場了 閃線上來大絕 把Benji敲起來 但是沒有辦法接下的傷害 把他收掉 反正Smip在前方 一個坦四格的傷害 佩殼上全容器的護盾 非常出夠 佩殼從側面進來隱形 但是對方LPL已經撤退 來不及開啟大絕啊 下方李星趕緊過來做支援 這時候Mata也從側邊趕過來 要出勾嗎 大絕 敲了起來 佩殼才對把Smip敲起來 配合上Mata的Go 那Smip角度閃線往後做撤退 額後方聲音要嗷流 彈可機進場配合上 菲克已經Q到人之後 收下Evlin的人頭 又在位置非常危險 身上套了虛弱 看起來走不掉 沒有衛技能被Smip定住之後 倒在菲克的技能之下 換成LCK可以開這條巴囉 被小龍 對LCK這邊 在吃棒前我們先吃小龍就好 不及開這條火龍喔 Evlin這邊切入的位置可以很好 Evlin這邊側面進場的位置不做 但是Smip直接腳到大絕在身上 還套了虛弱 MateLive直接在第一時間倒下 而下方的菲克進場 超過超過超過尾聲 尾聲身上套了虛弱之後 角色閃線脫離住了安全的範圍 這邊還可以繼續追 這邊可以繼續追 Play是被Mouse給收掉了 還有最後李星是反把波皮給踢歪 但這樣子的話 兩邊都互相倒了兩名成員喔 這裡好像看得到攝影師喔 我Benji還想要打喔 Benji還想要打身上 沒有他現在只是在幫菲克拖時間 菲克在推這個中塔 對 原來是在幫菲克拖時間啊 中塔之後血量非常低 剩下三分之一 哇不愧是我們飛機連線 一出手便吃 有沒有 呃 一個火箭腰帶 然後一把閃耀劍 在飼料部分 Benji是角做閃線的 喔這邊要被推了 喔這邊要被推了 一個零坡尾部躲過 那盾眼再躲一招 哇 Benji好陡啊 小玩耀 星朵拉有大 他為什麼不丟呢 我以前效果多一點而已吧 喔 就是你知道 因為打完就沒有血量 不能農野 很不方便 這邊嘗試預判 沒有勾到菲克 我推到了 推到了這邊 哇 哇 原來 剛剛大學如果放的話 現在CD就轉不好 對 剛只是裝一波B 對 你怎麼直接叫人家礦工 就回去勞改 你怎麼直接叫人家礦工的 人家這樣推 SKT的打野 就基本上是無解的 你知道嗎 我這邊要踢一波 哇 Q到了 哇 哇 我講出閃現 但是還是跟過去 直蹲也在閃現 神龍八位把尾聲 踢了回來 讓菲克打出了一個shut down 然後Q Q2過去的時候 喔 菲克閃現上去 魅惑是魅惑的 哇 這邊要開巴龍了 一次是Benji幫菲克 這一次是菲克幫Benji 兩個人魚幫水 水幫魚 哇 好一隊奪命鴛鴦 因為你知道 有菲克在旁邊的Benji總是特別厲害 喔對 他怕 像剛剛上一波菲克被抓 Benji就 在中間恍神被攻 哇 這邊直接被打出一隻擊殺 虛弱他在身上 三段的飛箭 而下方 馬塔角說大拳 勾住了Manlife 老鼠現在傷害非常的高 Glip從側邊進場 側邊進場 繳了一個閃現 再退場 很快 出口勾到了 但是Smip現在身上非常膽衝 側邊進場 竟然是撞 Smip Smip目前只掉半條 血量已經被賴 直接把他吞下來 所以真是砸在對方的身上 把Benji的血量拉回來 而且 現在傷害很高 王快被勾到 王快被勾到 反而是自己被CG勾到 被Marta給帶走 這邊 Faker是被上去 哇 狗到誰殺掉 鋪到了 星度阿收下他人頭 這邊 在後面一扛三 而前方的帽子 這個Q 阿還是死了 扛住了後方壓力 這邊他在吃掉他會不會就死了 欸 隊友呢 隊友呢 結果帽子這邊是被隊友給放生了 沒了 再度吃了一餐 大快躲移 兩個人傷害有點低阿 還好最後還是把 哇 貝殼是家裡爆啦 貝殼要來收尾啦 哇 最後一點的血量 能不能守住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最後一點 貝殼只有大 結果上來硬點阿 貝殼上 恭喜LCK拿下勝利阿 那在搭配上一為一的話 他可以直接把這個 LCK的這個隊伍的人 全部留在同一個區域裡面 讓這個一為一來進行進攻 喔 這個是貝殼曾經在 KLASSIKA這邊使用過的角色 教練有這個選角喔 他之前玩的話 是真的還蠻厲害的 他是在打這個 我記得如果沒記錯的話 他是面對維克特 那那場的話 他其實利用他的這個盾 回到了不少的血量 插身而過 所以Yank這裡有一個 蠻好的機會 可以來Gank下半部的人 對Yank這邊有沒有機會在下面 對 他沒的LIVE在這邊 感覺還是 目前是沒有什麼FU 他們應該還不知道 對那已經 Yank的時間已經上來了 看MISS的綁了 不過這一個 反而是MAYLIVE先綁住 不過接著就直接被困在前面 直接上去的話 傳送起來 有沒有要上去 我們來看 他配跟Yank這邊是單挑 那上面這邊 FAKER是已經順利的 把Yank的擊殺掉 那我們在下面 Yank這邊也是被擊殺 這裡的話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是 閃過 直接一個閃線 跳下去MISS 這邊趕快投 應該沒事了 應該沒事了 正常來講是想說要保一下AD 不過AD這樣已經死了 那就算了 對這邊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說EU這邊 因為在等一個比較好的時間 所以Yank一直沒有往前踩 但是 剛剛可以看到 基本上Beggy剛剛已經在吃這個 喔好痛 好痛喔 好痛喔 連著一直打直接都 直接閃現了 還是被擊殺了 這就是中路蓋倫的力量嗎 對這個就是 直接針對加入了 等一下 這個有乃伊直接又轉起來 哇 WQ 哇這個 可以可以這個選角果然製作 老經驗的一個智商鴨子 上面 剛講完10秒這邊 直接上來打了一套之後 一直我直接 你看現在這個狀況 如果剛還沒上6的時候 Beggy來了 那我覺得就不會只是這樣 對 哇 單殺 單殺 我已經多久沒有看到 雖然是單殺人了 我都看到他被人家單殺 沒想到他也可以單殺這個 ESB排名第一名的選手 他一單殺 就是單殺最猛的 我們來看到這邊 Beggy又轉了起來 但是血量2點 第一排還是順利先把Beggy收掉 人質的登上 那Malive在這邊應該也是完全 不敵對方 一起的時候 就換別人玩不到 對 哇 又來了又草蟲吃 又出來又是一頓猛 哇 直接轉了起來 那我們看這邊Missi又再次跟上 不過這邊有大忌哥 這邊幫忙大傑掃下去 喔 這個吸得不錯 Peggy大傑一個收頭 哇 玩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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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想要來做點事情了 直接從中間走過來 免疫這一個combo沒棒到 結果這邊的話 菲克 哇 這一個開心 Beggy衝了進來 直接把對方墮爆 非常非常不錯 那我們看Peggy在這邊想偷推 菲克下來阻止 這兩個人現在要打的話 其實菲克應該會相對來說比較輕鬆 因為菲克的話 他其實清兵夠快 然後再來是他可以把這個距離 拉好之後跟他打 他一路這樣子 這邊有TP 這邊要下來 決定要制裁 菲克馬 不過這邊Peggy也是跟上來了 有沒有辦法 喔呦 菲克翔又是差一點點 差點直接被Dumazia收掉 喔綁到了 漂亮 哇 這一個MISTIC下來直接剪頭 那完了 MAYLIFE這邊感到尷尬 不過這邊 阿奇來之後 會在這邊往後拉掉 4個人往前 再拔 又綁到了 MAYLIFE真的是體積太大 容易被綁到 應該他對於這些技能的理解是相當 喔喔喔喔喔 又來了 每一個草叢都要非常謹慎的去確認 感覺每個裡面都有一個吃汗阿 哇 我們看這邊 哇 好痛 轉死人啦 不過這邊被告上了虛 我猜一點 我們能跟上 我猜一點點 哇那這邊的一個大絕 MAYLIFE就退之後阿 MAYLIFE直接倒下 體了 這邊是體把吸起來 這邊是體把吸起來 來到了上面 這邊會在要開始了嗎 我們看到Peggy這邊也 MAYLIFE也都已經跟上 我們來BENGY這邊直接對著MIST 丟上去 但是在這邊Peggy是已經被擊殺了 對這個 算是 他剛下來的話 SMAP的這個 大顆的這個靈魂是有命中 那現在SMAP的裝備要秒 這個沒有物防的Peggy算是非常簡單 對 這位皇后MAYLIFE直接被擊殺了 我們在下面緊接的YUNKOS這邊 也是已經死了 MAYLIFE在這邊位置有點尷尬 這邊看起來 喔 交閃 這邊交閃往右邊跑 PLAY這邊有點危險 但是順利拉掉了之後 MIST想要幫一下一次怒綁四格 但是還是救不到 這樣被直接秒殺 這個畫面在上面 那我們看到這邊 現在是直接打巴龍了 好不客氣 這邊看REKOS 有沒有辦法利用他的這個巨風劍 多造成一點效果 對 有沒有辦法多打一點人 那這邊的話 畢竟沒有重疊 比較難拿 這邊的話是送被送掉 哇 SMAP還沒死 哇 沒有殺掉 天啊 一個人都沒死欸 對 這個SMAP原本以為他要死 太誇張了吧 兩次但是他該農的是也輸得農到 而且他其實在中期開始 接收了BANKY幾次的幫忙之後 都有拿到這次的這個人頭位置 助攻 哇 這才是漂亮 這一個漂亮 哇 這一個扭的好但是 哇 這個重疾就沒辦法了 對 就沒辦法了 就是直接點在你臉上 你會連 喔 不好意思 你現在怎麼會扭都沒辦法 好啦 那對 飛克 唉唷 飛克這邊也是順便扭掉的話 這邊直接吸上來 蹦 站上去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 呃 應該可以 稍微拖一下 看他隊友來不來就知道 其實隊友都差不多快到了 欸 到底你們什麼時候要來啊 還是沒辦法 喔 半路被攔截了 在這邊是直接攔截了對手的 對方的三個隊友 這個 就 沒關係嘛 這個 神敗換PK也好 賺 就這裡的話 哇 因為其實我覺得 RECURST到現在都沒有辦法玩到這個遊戲 喔 唷 這邊MISY是直接 又被SMAP直接抓掉了 這個SMAP現在這傷害真的是 太緊張了 有點太痛了 有點太誇張了 剛剛那邊 我們就是有點太沒看到他的移勇 不過在這邊PK站著有點前面喔 直接進來 PK這個就 沒有辦法了 就不好說 你的裝備就沒有辦法了 對 哇 刷子在站在中間 哇唷 順利的把Malive擊殺 然後有心哪一條都可以偷推 這邊又順利綁住Malive 這邊趕快一個神 往後拉掉 震得起來 SMAP有點危險喔 我們看他這邊 還好這邊 打出一個盾 有問題 這邊雖然被拉出來 我們看他這邊又被綁住了 哇 被綁住了 哇 這個被綁住結果沒辦法 對 MISY MISY在這一場的話 他擠這個綁其實都還蠻關鍵的 不過PK這裡的話也有點危險 對 不過在這邊亮起了TP 要下來做一個支援 應該是刷到這邊要來支援喔 這個血量怎麼不少啊 你這個血量也太少了吧 等一下 這個血量是不是有點誤會 不過還好他也是達到一個不錯的威嚇效果 但是PK還是被瘦掉了 他這個傳下來就 完了他尷尬 他這邊要被兩個Poke到死 他要不知道怎麼辦 對 MISY去拿來也太遠了 算了 弄不到 哇 MISY這邊好像直接被盯上 如果連MISY都是這樣子就不見了的話 那其他的隊友現在應該是非常的害怕 哇 MISY這邊黏到 這邊的話 MISY應該也會是一樣的方式消失 喔 這邊直接交出了閃現 哇 哇 這Faker在那邊 這邊擊殺幹事 XPK這邊其實也是換掉 上面剛剛那個會戰 看著是笑得很開心 哇 他對方一直有人被融化 這樣很開心 這樣結果 我剛剛不太確定他的精準是這個風險還是沒辦法按 因為沒有看到 因為沒有看到 有可能他被指數被綁到 對啊 我們這邊直接 哇 他直接往前衝Rekors 根本沒有辦法去處理這兩個三個標形踏漢 沒有完全沒有辦法 他只能飛上去 然後等著自己下來瞬間再被融化 哇 那這邊順利把主把推掉之後 時間三十 不到三十六分鐘的時間 這邊LCK順利擊敗了EU 我覺得在選角上來說 EU其實選得甚至非常有他們自己的想法在 那當然我覺得中路的這個幹倫確實是 有起到他的一點成效 在前期確實拿到非常好的一個 經濟跟裝備上的一個領先 不過很可惜 中期開始的時候他其實先推不出去了